你想一针治疗别人的心盖症 你得确定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这个学位叫什么 博主 怎么理解博主 博主 博对于了谁啊 心 博主是不是就是心之主 那人家都叫心之主了 你说他第一点他能吃什么 所以第一点 博主就是心之主 第一点治疗 心脏病 董工还有一个四个字的理论 非常出名 叫做强心治疑 这是董工非常出名的一个理论 也就是说他认为 所有能强心的血位 都可以治疗膝盖的疼痛 事实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你看包括西医 是不是也天天告诉你 如果一个人心脏不太好 膝盖这条 一般都会有一个病变反应点 是不是一个疼痛点 是不是这样的 是的 所以这是一个通用的意义 那他叫博主 他可以强心 从这一点对他是不是也可以治疗膝盖疼 对不对 首先你写上确定一点 他治疗膝盖疼 那我们治疗膝盖疼的穴位几十个 你想一针治疗别人的膝盖疼 你得确定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然后比如说风湿造成的应该用哪个穴 虎湿造成的应该用哪个穴 西无力造成的应该是哪个穴 机械受伤了应该用哪个穴 这是你要学习的重点 那你想 你看啊 博主这个穴 它属于肝经上的穴位 肝经对于它五行属性是什么 属木 它是肝经的疏穴 那它的五行属性是属于什么 属什么 你看啊 肝经的五书穴是这样的 来你再看我 第一个颈穴是谁 大墩行间太称汉 中风取权属于当 颈行书经合 它说在这 然后怎么推这个穴位的五行属性 我们有一句话 你写在本上啊 叫阴颈木 阳颈金 也就是阴颈的颈穴属木 阳颈的颈穴属金 干阴属阴阴还是阳颈 阴阴 阴阴的颈穴属木 对不对 颈穴是不是在这 颈行书 它在这呢 那就是阴颈木 木 火 所以它属什么 土 那也就是说它属于 木经的土穴 这个火煮 这个火煮属于木经的土穴 大家好 我是刘红云 近期呢 我将进行这个 董事齐穴的公益直播课 如果想要进直播间学习的同学 可以点击我的头像 然后进入头条主页 然后私信给我 我会安排我的助理 把大家拉到直播间 进行这里 那就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